她是通房丫头出身的妾,直到儿子壮严极地,才有资格坐着吃饭,民国官场不倒翁,谭严凯的母亲李夫人曾是个通房丫头,这个身份让她在谭家吃尽了骨头,嫁入谭家后,整整24年间,丈夫和正式吃饭时,她都得在旁边伺候着,出入谭家时,她被安排照顾主家夫人,这个主家夫人就是她后来丈夫,谭严凯父亲谭忠林的母亲, 谭忠林是晚清的显贵,她做过巡抚,总督等封疆大吏,李夫人入谭家前,她就已经有了脊房妻妾,因李夫人生的美,且照顾的又是谭忠林的母亲,她与她见面的次数自然比寻常丫头更多,日久后,谭忠林看上了她,病难为了妾室,嫁给谭忠林没多久,李夫人就有了身孕,怀孕后,她日日盼着能生下一个男丁,并由此改变自己的命运, 1880年1月25日,李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孩,这个孩子正是谭严凯,李夫人发作时,刚刚睡着的谭忠林竟梦到晚清大臣和林汉来拜,惊醒后,恰逢严凯诞生,她由此认定,这孩子定是叹花和林汉投胎而来, 随大喜,因着这个吉祥的征兆,谭忠林为儿子取自祖安,谭严凯出生后,李夫人终于可以不用再干那些吓人的粗活了,她的主要任务和一般切实无意,照顾丈夫和正式夫人,养育儿子,每日吃饭时,李夫人都需要恭敬地站着伺候丈夫和正式,待他们说好了后,她才可退下去杂厅用餐, 后来,李夫人虽再度生育了粮子,可她在谭家的地位依旧没有太大提升,平日里,不仅正是经常对她忽来何惧,就连家里的妾室严妇人等,也经常对她遗旨气使,李夫人虽出身贫寒,却心性极高,她心里装了太多委屈,却无处诉说,另一方面,李夫人发现,也为自己的出身太过寒威,她虽以为丈夫生下三子,可丈夫对她的态度,也始终不如对其他人, 她妻妾,李夫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教育儿子身上,她尤其对聪慧过人的谭阳凯寄予了厚望,谭阳凯五岁就入了私属,谭中林规定,三天必须写一篇文章,五天要写一首诗,还要练写几页大,小凯毛笔子,这些任务,她每次都能抄我完成,她的优秀背后,自然离不开母亲的悉心教导,也是上了私属后,她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,一次,她因对别人称呼自己 小老三不满,而回来向母亲诉苦,李夫人看着儿子一脸的疑惑,心里一阵刺痛,她本想随便安慰几句,就把这事搪塞过去,可她偏偏没控制住情绪,落下了泪,年幼的谭阳凯,虽还不能完全明白述出的意思,但她隐约懂得母亲总是搭了着脸,并且经常独自捶泪的原因了, 李夫人发现,那次母子对话后,儿子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,平日调皮捣蛋的她,竟也安分了不少,有小伙伴喊她出去玩时,她也总推说还有功课要做,十一岁那年,谭阳凯开始学习八古文,古代学八古文的年岁,通常是十二到十五岁,可谭阳凯却比大多数人都要早,阳凯的出色表现,让谭中林欣慰不已,她看向李夫人的眼神,也多了几分温柔, 1893年,谭阳凯到长沙参加童子市,竟一举考中秀才,这年,她年仅十三岁,消息传来,谭家上下激动不已,谭中林意识到,谭家后继有人了,此时的谭中林更加确信,这孩子的确是探花投胎无疑了,谭阳凯小小年纪考上秀才后,李夫人在谭家说话的声音都高了两个分贝,但碍于自己丫鬟出身的妾室,面对正是陈夫人和严夫人等时, 她依旧地眉顺眼,也为长期过度劳作的缘故,李夫人经常腰痛,见到腰痛的母亲总站着伺候父亲和陈夫人用膳,谭阳凯心里很不适滋味,谁愿意让自己的母亲去伺候人呢,尤其读了《孝经后》,她更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羞愧, 在为人处事上,谭阳凯也谨记母亲的教会,她几乎从不与任何兄弟争抢,有时候她还会主动谦让,遇到其他几位母亲,她也总是毕恭毕敬,唯恐有一丝怠慢,家里有人争吵时,她也总是站出来打圆场,任何时候她都恪守不得罪人的原则, 后天养成的这种性格,也让她在清廷做官时虽变法,却得保全,这也是她在国民政府任职时,往往能化解内部矛盾的原因所在,宁汉矛盾是促成宁汉河流的, 正是她谭阳凯,考上秀才后,谭中林对儿子的学习更加看重了,除了亲自上手教导外,她还为儿子请来了各地名师,以教他学习诗文等,因把学习看成唯一出路,每次听讲时, 谭阳凯都竖着耳朵并认真做着笔记,她的学习态度让她的一众老师赞不绝口,每次听到人们夸赞谭阳凯,李夫人心里满是欣慰, 1904年,谭阳凯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室,终是第一名共事,集会员填补了湖南在清代二百余年无会员的空白,在此之前,清末的湖南虽出过湖林记, 曾国藩,左宗棠等等一系列大人物,却都不是科场高地,在谭阳凯之前,湖南人一直与会是榜首无援, 当年四月的电视中,他位列二等第35名,刺激是出身,消息传回谭家那日,谭家上下欢欣鼓舞, 谭中林更是满面春风,李夫人激动的差点落了泪。 当日用餐时,谭中林一坐下便对视力一旁的李夫人道,你以后都坐下,跟我们一起吃吧。 李夫人听了这话,突然感觉自己有几分眩晕,当走到庸人为他搬好的凳子便坐好后, 他才稳住了心神,那一顿饭,咽下饭菜时,他几次错觉饭菜里有自己的眼泪,谭阳凯再回到家, 见到母亲已经在正厅吃饭后高兴不已,每次他都主动挨着母亲坐,并不断的给母亲夹菜, 平日里他对母亲沉昏定声,十分孝敬,他心想自己的母亲如果自己都不看重,尊敬。 家里其他人就更加了,封建时代,大家庭等级森严,即便谭阳凯万分尊重母亲,且处处护着, 可他妾室的身份摆在那儿,他在谭家就永远只能低眉顺眼, 加上他是丫鬟出身,地位自然比普通妾室更低一级,即便有了贵子, 他的地位也未得到明显提升,谭阳凯刚刚被点汉林, 其父就过世了,之后李夫人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, 进入民国后,谭阳凯几番叮嘱包弟谭泽凯,胸不在时, 务必侍奉好母亲大人,在官场打拼的岁月里, 谭阳凯虽然公务繁忙,可也总是定期给母亲通信问安, 结婚后,谭阳凯更是为了更好的照顾母亲, 特地将妻子方荣卿留在家里照顾老母, 为了让妻子尽心照顾母亲, 他在妻子面前,总是对母亲表现得格外恭敬, 他始终谨记一条,只有自己尊敬母亲, 他人才会更加敬重的,谭阳凯对母亲言听计从, 就连出任乡都这样的大事,他也非得母亲首肯才同意, 第二次读香时,李夫人身体已经不行了, 可为了不给儿子添加负担,他总说没事,没事。 1916年,李夫人病重,因见当时证据动荡, 方荣卿始终为把婆婆的真实病情告诉他, 李夫人病逝时,他最爱的长子竟不在旁色, 没能亲自给母亲送终的谭阳凯, 懊悔不已,待到母亲办葬礼时, 他死活要回来,身边人提醒他, 你若在这种时候离乡,乡都宝座,恐将不保安。 谭阳凯明白其中的厉害, 可在他心里,母亲才是最重要的, 自己未能给他送中,一是不孝, 若丧葬事宜,他也不能参加,岂不是大不孝? 1917年,谭阳凯扶母亲李夫人灵鹫迎葬长沙, 赞错何花痴。 李夫人正式下葬那天,谭阳凯要求让母亲的灵鹫从祖祠大门出, 可族人却认为李夫人只是妾室, 走大门出并不合祖制, 为此,族人纷纷前来劝谭阳凯道, 违背祖制,恐家族遭殃啊。 谭阳凯坚持不从, 他吩咐杠夫道,今天就走大门出。 几个年长的族人挡住大门, 做出了一副死活都不让走的架势。 他们纷纷嚷道,一个妾室, 想走大门出,哪有这样的道理? 谭阳凯听了大怒, 一怒之下,他索性仰卧在了母亲的棺盖上, 命杠夫起零,并大喝道, 我谭阳凯已死, 抬我出遍。 族人们见此情景, 个个都面面相聚, 全场顿视一片寂静, 两久后,挡住大门的族人终于让路, 谭阳凯和母亲终从大门出来, 躺在棺盖上晃悠着被抬过正门那一刻, 谭阳凯的眼泪速速往下掉, 他全然不在乎刚刚自己对自己的诅咒, 他心里想的全是母亲, 他喃喃道, 您走大门了, 咱走大门了。 谭阳凯用这种方式为一辈子敌人一等的母亲挽回了地位, 也因为深知作窃的苦, 他暗暗发誓, 此生绝不那切, 是啊, 自己母亲受过的苦, 他不忍心再让任何一个女人再受一道。 后来, 谭阳凯妻子过世时, 他虽然才四十岁, 却终身未在序局, 别人问何故事, 他总说, 故人恩义重, 不认更双飞。 熟悉谭阳凯的人知道, 他这句话里的恩义重, 主要是指妻子替他照顾母亲所做出的牺牲, 他曾对妻子许诺说, 只要你帮我照顾好母亲, 你提任何要求, 我都答应。 方夫人一直铭记着丈夫的这句承诺, 此前, 他留下的遗言, 正是他的要求, 不可再举, 将子女养育成才, 为了这句承诺, 他婉拒了无数媒人, 这些遭婉拒的媒人中, 还包括他的老友孙中山。 孙中山落难时, 谭严凯曾帮过的, 为了家故和谭的关系, 同时表达感激之情, 他将宋美玲介绍给了谭, 彼时的宋美玲刚从美国留学归来, 且品貌出众, 谭严凯却直言自己对妻子有不许取的承诺, 为了不至于伤到宋美玲的子尊, 他干脆为了厚礼来到宋家, 并郑重给老太太磕头拜了干娘。 这样一来, 宋美玲就成了他的干妹妹了, 谭严凯的行为让宋美玲大为感动, 后来的日子里, 他们一直以兄妹相称, 且感情良好, 谭严凯的圆荣处事, 与母亲对他的影响分不开, 这种圆荣让他成了官场的不倒翁, 可他的这种处事方式, 也让他养成了在政治上恪守不负责, 不见言, 不得罪人的三不主义, 他也因此, 而落下混是魔王与水晶球的混号, 1930年, 谭严凯因病辞世时, 上海一小报还刊登了一对连勾画他的这一特点, 连约混之为用大意在, 大吃大喝, 大摇大摆, 命大福大, 大到院长, 求得本能滚而已, 滚来滚去, 滚入滚出, 东滚西滚, 滚进棺材, 可叹, 一生恪守三不主义且不争的谭严凯, 围在母亲名分一事上, 成了特例, 如此谭严凯, 真真令人唏嘘不已。